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是108年会考的第八题 那它是呢,配合111会考第八题的一个类题 如果多项是5x平方加17x减12 可以因式分解成x加a乘以bx加c 其中呢,abc都是整数,请问你a加c是多少 那事实上呢,这个题目呢,它就考你一个十字教乘法 十字教乘法 那这个呢,是在会考里面呢,很常出现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怎么做呢,首先呢,先看第一个 这个5x平方,先看这个二次项 这个5x平方呢,可以拆成哪两个 让它乘起来等于5x平方 那很简单,我们可以拆成1x跟5x 拆成1跟5就对了 这样乘起来呢,会等于5x平方 好,这边解决了 那这解决了之后呢,我们就马上看最后一个常数项的位置 这个常数项呢,是-12 -12呢,可见的一定是一个正 一个负,一个正一个负 好,那问题来了 那这个12要怎么拆呢 那就,其实就试试看就对了 因为不见得这个,你第一次拆就会中 有时候可能要拆很多次,没关系 4,4,3,12,4,3,12 好,那就直接拆好了 4,3,12 好,拆完之后呢,请你这个开始验算一下 所谓验算是这样 你就做一个十字交乘 4乘以5 4乘以5呢,就是 4,5,20,20x 然后再来呢,1x呢,乘以-3 那就是-3x 20x-3x等于17x 好,请你比对一下 这个你算出来的这个17x跟中间一不一样 要连符号都一样哦 正的17x,诶,没错 那就表示说你这个算呢 你这个答案呢,算对了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 我们把这个5x平方加17x-12 我们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两个式子 哪两个式子呢 一个叫做x加4 另外一个叫做5x-3 所以呢,就可以变成x加4乘上5x-3 好,这时候呢 你再跟题目做一个比对 题目说呢 这个叫做x加a乘上bx加c 那你跟它比对一下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这个a呢,就会等于4 b呢,就会等于5 请注意c哦 c不是3哦 因为你要连符号都一起看进来 c呢,是-3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题目呢,我们算出来 a等于4 b等于5 c呢,就是-3 可是题目要求的是什么 题目要求的是a加c 4加-3 算出来就等于1 a加c等于1 所以这个题目呢 答案选a这个选项 好,我们就讲到这里 1一个小时 2一个小时 2一个小时